克州求见 有一个楚国人出门远行 他走在路上遇到一条河流 河流很宽,要乘坐渡船来往 船上已经有许多人 马上就开船了 楚国人也上了船 克州在过江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随身佩戴着的剑 掉到了江中的急流里去了 旁边的人大声叫道 哎,你的剑掉进水里了 楚国人不慌不忙 从身上偷出一把小刀 轻轻地在船弦上嗑了个记号 回头对大家说 这是我见掉下去的地方 众人疑惑不解地望着那个刀客的印记 不知道楚国人 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有人提醒他 快下水去找剑呢 不然待会儿就找不到你的剑了 楚国人平静地说 慌什么 我做了记号了 这哪能丢掉呢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记号客在那儿呢 一拳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用乖乖的眼神看着他 唇很快靠岸了 那个人从刻印记的地方跳下水 在水里摸来摸去 过了好一会儿 那个人直起身子来 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呀 怎么摸不到呢 大伙听了终于明白 他刻记号的目的 一个个笑得前哑后合 有个人说 船上刻的那个记号 是表示剑落水时 在江中所在的位置 可是船走了 剑是不能动 用这样的办法找钱 怎么能找得到呢 你不是太糊涂了吗 那个人一听 站在水里 摆住了